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 伯恩斯大使接二连三的公开发表涉华的负面言论 有关表态 偏离了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违背旧金山会晤的精神 无助于推动双边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也不符合中美两国的相处正确之道 中方一向认为 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 你心我衰的零和博弈 我们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反对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 反对美方以人权价值观为借口 干涉中国内政 反对美方打着竞争的旗号 限制中方的正当发展权利 中方将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处理和发展中美关系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落实好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愿景 推动中美关系 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